啊 啊 啊 這兩萬塊沒有高喔 今天為大家帶來的這一隻呢 是傳動的黃底蟹 它只要一上傳它就會馬上把它 凍結至死也就到了我們手上 那這一隻呢近重 11斤價格是 兩萬塊錢也就是說 一斤呢差不多是 1800塊左右我數學應該 沒錯吧這一隻呢我們打算把它清整 看看它的味道跟 口感到底如何 那我們先來看看這個螃蟹的外型 跟它的大小我把我的頭比下去 要吧 差不多是我兩個頭的大小 然後這個熬呢比我的手還要粗 給大家看一下 基本上我的手掌只能 佔它這個熬的一部分 所以也就是說這個 確實是非常巨型 那味道是不是好吃呢我就不知道 也跟各位克服一下這個 黃底蟹跟帝王蟹是不一樣的東西 這個是好東西 帝王蟹呢是垃圾 也不能說垃圾就是沒那麼昂貴 那這個呢確實是我們目前 開箱過單價最貴的食材了 那未來呢應該會為大家帶來更多昂貴的食材 看看他們的口感或者是味道 是否跟它的價錢一致 那我們馬上來烹煮這個黃底蟹吧 來吧那就順便給大家看一下它的大小 這個確實有重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可能有一點點沒退冰的關係 有一些水分在它的體內 抓起來跟一包貓糧其實差不多重 這個跟我身體一樣大耶 這個手比我頭還要大 那麼在烹煮開始之前呢 我發現這個螃蟹 我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它身體啊 其實有很多有一個小貝殼的東西黏著它 我感覺這不是螃蟹原本該有的樣子 這個感覺應該是寄生蟲或什麼的 在它身體上長大的 那我稍微刷一下看一下它會不會掉下來 就它不管是腳啊還是身體都很 你看這個就特別大一顆 像寄生蟲吧 你們看一下很像吧 但是刷呢我覺得應該是OK可以耶 那殼上面倒是還好 但是它手呢確實超多的 就我們把它反過來看就是這樣超出的 就特別是毫的位置 感覺用拔的會比較快 拔的比較快 這個應該是那種貝殼寄生蟲 擠在那個殼上面 好啦清洗的差不多啦 看一下我洗了多少東西出來 就很多小貝殼的感覺 有點像蛤蟆 我們馬上去沖洗一次 然後就可以下鍋 開始清蒸這一隻黃金蟹 LEGO 如果我們光是在洗這個螃蟹的時候 就已經一直到了 結果我們等一下把它開殼的時候 已經非常困難 光看這個熬 又硬都不知道怎麼把它打開它了 比較可惜的是 因為我本來想要買活的 但是在台灣好像買不太到活的 好像是說這個蟹呢 是冬天的時候會比較多 好啦 那我們也準備了一個 非常大的鍋子 但是我還在想這鍋子 到底放得下這個螃蟹 我先試試看 下不去欸 下得去 還有一隻腳 不要放過它 那我們今天的做法呢 相對來說比較簡單一點 我們就希望吃到 黃帝蟹的原味 所以呢我們決定用清蒸的 那當然如果清蒸不好吃 我有最終的手法 就是我燒熱一罐那個奶油有沒有 用蘸的應該也很好吃 所以我們先把它清蒸起來 再多加一點水好了 我猜這個東西要蒸個至少30分鐘以上 畢竟那個體積比較大一點 好啦也稍微準備了一點蔥跟薑 隨便灑一點應該就可以了 反正要的效果呢只是去腥而已 所以應該也不是特別重要 所以多加一點應該也不所謂 那麼按照我自己的味覺來判斷 雖然是清蒸 我覺得加一點香油 去帶一點香氣 一點點就好 因為我們家裡面有米酒了 所以我就用這個味醂去取代米酒 稍微帶一點那個香氣跟甜味 其實我也就是加在水裡面而已 希望它揮發出來有沒有 待到那個螃蟹裡面 因為我怕清蒸出來的味道 可能吃久了會覺得有點膩 不知道 反正加了就對了 來吧 開始清蒸 先計時個30分鐘 因為這個螃蟹比較麻煩 因為它清蒸完的樣子 跟沒煮之前是一樣 因為它是紅色的 而且這個體積非常大 我猜中途可能還要加碎 好 開始 好啦 經過接近快1個小時的烹煮 我們中間有確認一下它的熟度 把它的這個大錢紙給掰斷了 終於是煮完了 我們看一下這個錢紙裡面的肉 我先試一下它的味道 我自己覺得沒有到很好吃耶 就是可能因為它是冷凍的關係 所以它的肉呢 其實我 光是接小片 我感覺到它挺嚴苛的 不過先講一下它的味道 它的味道其實屬於 肉質算是比較鹹一點 不像是看其他人在介紹的時候 那個肉質那麼鮮甜 那我們就來開口了呀 哈哈 沒反應 好大一隻 好大好大好大 你看 相對來說還是比較嚴苛 但是錢紙的肉呢 就相對來說沒有那麼鹹 屬於那種 就是那種海味 你知道嗎 就微微的海味 它不算是特別重鹹 肉質呢 稱不上是甜 像個雞腿啊 各位 我們看它這個肉絲啊 看到都流口水 它的肉呢 不像是完整的一顆那種 脆肉 但它的肉全部都是 一絲一絲所組成的那種感覺 我先來嚐一口啊 各位 我先把旁邊這個屑屑先吃吃看 不得不說我是真的覺得不好吃 它那個鹹味呢 不屬於那種很新鮮的那種鹹味 它倒是有一點海水的味道融在裡面 但是我們在煮之前已經清洗過非常多遍 那該刷的地方也刷掉了 但是呢 這個味道 讓我不會想要再去瘋狂吃它的那種感覺 我試吃看這個主角好了 好神奇喔 吃螃蟹搞得像吃雞腿一樣耶 但是呢 它的口感非常好 就是它是一絲一絲非常帶勁的口感 不像是我們平常在吃螃蟹腿的時候 它一磕下去就咬完了嘛 它這個倒是 進嘴巴之後它會分解開 你知道嗎 當然 吃完這個之後呢 再來把這個螃蟹打開 但是我們在調味的時候 說真的我們也沒下什麼 所以我覺得那個鹹味不是我們 下的那些香油導致有這個味道 來啦 各位觀眾 開殼啦 看看這個糕到底多不多 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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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萬塊欸 沒有高喔 這2萬塊欸 沒有高喔 中間這個應該不是高 就單純只是它的那些 有的沒有的血啊 內臟啊 混在一起而已 但是為了實驗啊 我還是得來試試看 吃一小口看看 新鮮的欸 你吃一小口看看 可以可以可以 就沒有高的味道 反而是那種很新很新 就內臟應該是內臟 我們是蒸的 不是水煮 水煮還有可能融到那個水裡面 但是我們是清蒸的狀況下呢 我們看我們蒸的下面那個水呢 也沒有變黃 所以呢它就不可能是流下去的 所以這個蟹呢 應該是本來就沒什麼高 所以應該是吃肉的 因為它一點高怎麼樣 給大家看一下 你抱一口你看看這什麼高 我不會看 我不要 水煮一點啊 我都吃了 2萬塊欸 對你們這麼好 怎麼樣 你們沒吃過你們怎麼知道不好吃 沒有 因為我們相信老闆啊 不能相信我啊 剛剛都是我不公道 我這個時候很不公道喔 來來來 吃一口吃一口 2萬塊的高欸 哪怕它是精你也要吃下去好不好 多酷的味道 可以不要嗎 不行 我都吃了 我要去你的 我會吵些過敏欸 就是比較臭的高啊 那夠很多欸 那就不是高欸 高是香的好嗎 就光聞了就超新 我根本就不想吃啊 所以不怕多加啦 那也就是說呢 這個螃蟹呢 我們就來吃它的肉 這點奶油可能滿好吃的 那我剛剛呢 也做了一個醬 奶油的醬 沾著吃好不好吃啊 欸 可是這種東西 不是吃起來很療癒才會很好嗎 我們吃得不療癒 它真的不好吃啊 我也想吃得很療癒啊 要是好吃我也很享受啊 問題就是它不好吃啊 我只能說它的肉呢 質感很分明 但是我覺得沾了這個奶油之後 又比較好吃 就是它不是僅僅之後 原本那個海的那個鹹味 有沒有 它加一點奶油 變得更香一點 更甜一點點 你跟我說這個兩萬塊 我肯定是不會再買的 因為首先它沒有高 那麼大一隻沒有高 回答了 但我是不知道冷凍的跟活的 有沒有差距那麼大 但是這個就完全不會想讓我 再去吃它一次 我們近期吃過最好吃的螃蟹呢 應該在澎湖那一次 吃那個處女巡 然後那個肉質也很甜 這個肉質呢 它是更有口感一些 味道上來說 我覺得它沒有那麼甜 它是屬於比較鹹的肉 但是確實吃得滿爽的啊 就是這麼大一隻 光吃這個感覺就會飽 你知道嗎 那一顆2000你要吃嗎 一隻2000我會考慮 因為很大一顆 你要來一口 這個就來一口 還可以還可以 2萬塊你跟我說還可以 這個超好吃才對 就口感很帶勁 確實帶勁 肉呢也是一衰一衰的 吃起來確實 很有滿足感 但是從味覺上來說 沒有滿足到我 我就是口感跟那個 大口大骨吃螃蟹的感覺 很滿足 還得自己調配這個奶油醬 我覺得我自己真的是個天才 是不是美心弄死了 你很大口去吃它的話 很好吃 就要非常非常大股 讓蟹肉都塞滿了你的嘴巴的時候 很好吃 你越吃越甜欸 看起來有沒有 不要跟我搶 要不要來吧 狗都不吃這個東西 我覺得是我這個醬就了它 你知道嗎 它原本的味道是屬於太海的味道 你聽到海的聲音了 就不是那種 真的非常非常美味的 那種人間集餘 兩萬塊欸 照理來說 要顛覆我的想像 這是我人生當中 吃最貴的一隻螃蟹 卻沒有讓我感覺到 非常的滿足 不過我們光吃這個腿 就會吃飽 這隻螃蟹 估計要至少兩到三個人 才會吃完 那看起來肉怎麼都乾怪的 沒有新鮮呢 新鮮的話 照我來說它的肉應該可以掰下來 但是這個肉呢 確實它黏在 黏在殼上面 所以可能 真的腥味冷凍的關係 其實不難吃啊說真的 但是沒有到超級好吃的 只是沒有到 那種感覺真的 真的沒有 跟之前那個超大的龍蝦比 我覺得那個龍蝦比 比較好吃 應該說 那個味道比較鮮 這個味道就沒有 就那種鮮的感覺 那個位置咬下來 肉都是黏在上面 這隻應該死了滿久的 不然應該不會 肉質會變成這個樣子 我本來很期待 就是一整隻打螃蟹熟 然後我可以把它的肉 慢慢掰下來 但這個真的掰不下來 好累的 就是這個 好啦先放棄它了啦 我先放棄會怎麼吃 哈哈哈哈 好來了 終於把這個 手吃完了 我感覺這個就沒什麼肉 感覺全部都黏在那殼上 你看 都黏殼了 正常呢 如果是很新鮮的螃蟹 這個時候拉出來 上面是不帶油 就可能只有一點點 絕對不是那麼多 這個就很明顯是 不新鮮才會有的那種肉質 真的不怎麼樣了各位 我會幫大家省錢啊 就這個是不值得買的螃蟹 可能 幹嘛你還想吃啊 不要再吃了 等一下我要被噴了 小腳是更明顯 那個不鮮鮮的感覺就更明顯 在味道上呢 有絲尾的差異 就是沒有那麼鹹 來看一下 一樣的 狀況一樣 這邊好像有比較新鮮的 我不知道 這個前指的肉呢 有比較嫩 而且更鮮甜一點點 就味道有一點點不一樣 但是呢 我只能說這兩萬塊 丟到水裡面了 如果你們真的要買啊 我是覺得千萬不要買冷凍的 就是那個 肉質真的有差 就光是黏不黏殼這一點 在吃螃蟹上面的享受度 我自己覺得差了非常多 看一下 全部都黏在那個 軟組織上面啊 很可惜 好膩喔 吃這個 好啦 那剩下的螃蟹呢 說真的我一個人 肯定是吃不完的 就讓大家來 把這個剩下的螃蟹都吃一吃 因為說真的 我奉勸大家一句 你要去嘗試這個東西呢 你要找到活的 冷凍的呢 在我這裡呢 已經是覺得 跟我最近吃到的那一次的 活螃蟹 真的差異非常非常大 光是那個肉 本身帶的那個甜味呢 就缺少了非常多 再來是 黏殼這個部分 我是自己真的很在意 所以吃起來呢 沒有非常非常享受 如果說這個東西 要標一個價的話 我猜大概差不多 四五千塊已經是 很頂很頂很頂了 不能再貴了 兩萬塊確實是 有點太誇張了 沒有到好吃到 你要付兩萬塊去吃一隻螃蟹 那今天這支影片呢 我覺得也差不多了 好 好